这部片子应该是一部影像版的中国通词 我对这个纪录片的评价是 虚化 丝化 唯美 大气 但是非常有幸的是 我遇到了一个极其优秀的创作团队 我为他们的敬业精神 和精湛的文字和艺术表达能力所感动 我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边 我们无数次的切磋 琢磨 交流 沟通 我们用我自己的所寻所长 把大量的最新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融进去 同时在对整个历史脉络大的把握上 我们有高度的共识 那么我说这部片子是讲述中国诞生故事的 那么从这部片子里面 您可以了解到中国 何以为中国 您应该去的历史让人再处理好 所以 三 二 三 三 三 八 我 也想给我了解一下